在這春訓 因為我一直都跟Chun阿神來睡 就是李正常訓練 其實在睡的過程當中 我遇到什麼事情我都會跟他聊 就等於說 就是小跟班的意思這樣 碰到什麼可能 在比賽中碰到什麼小小的問題啊 細節啊 然後怎麼樣可以做到更好 我都會問他這樣 所以今年就 我覺得他對我來說幫助也蠻大 其實一開始我當然想要跟Chun阿神來睡 可是有一天我在吃飯 某一天啊 就是Chun阿神來就突然打電話給我 我想說怎麼了 不然什麼事 然後結果沒有 他就說 Chun阿神來就說 欸 不好你 春訓的時候有人不跟你睡嗎 我就說 沒有呢 然後他就說 那我跟你睡 他就 神來自己是主動要求說 那我跟你睡 然後順便 我想把一些東西 經驗 然後去廠商的東西 就是分享給你聽 我就說好啊 當然好 就是 蠻意外的一個驚喜啊 我也不知道神敗會 那麼主動 就是 就是要求我跟他睡這樣 那我也覺得 能在他身上學到很多東西 我覺得才是最重要 神敗對我來說啦 就是 嚴肅我覺得還好 比較靦腆一點 就是遇到什麼事情 他都會笑笑的跟我講 就是 不管是我丟好還是丟壞 就是都會笑笑的跟我講 就是 他會跟我說其實這沒什麼 不要去想太多 春訓而已 就是 把該做的做好 就是我們能做到什麼樣子 就做到什麼樣子 不要說 我們現在只有八十趴 然後你卻想要做到一百趴的那種感覺 就是 能做 能做多少事就做多少事 不要多做 對 那你不要少做 從那時候 住在一起才 認真的去更了解 神敗的在 神敗的作息 跟 他在國外 國外的一些經驗這樣 對啊 其實他講了 有一次 就是 我們從十點講到一點 就是 邊躺著邊聊 然後我就 其實我就是好奇寶寶嘛 那 我就會問東問西 就會問到 就是說 可能神敗你在大聯盟的時候 有遇到什麼事情嗎 還是那時候 因為神敗在國外開刀嘛 那 我就問他說 那你那段時間是怎麼熬下來 是怎麼度過 然後 他其實也 很大方的跟我講 因為我其實不會對神敗開玩笑 我不敢 因為我應該是說 我對每位神敗我其實都是 很 因為我畢竟年紀最小 我也不可能說 跟神敗開玩笑 不太可能 所以好像很少聽到 因為基本上我們在 在一塊就是聊球技 跟聊 家人 然後 反正就是一些球場上 大大小小的事 還有烏龜啊 就這樣 放在宿舍那時候 他也 他也覺得蠻可愛的 像我會在球場上 可能在春訓的時候 會比較晚 回到房間 那可能神敗 他 因為他做事很有效率 他做完他該做的 就 回去房間休息 神敗回去了 他以為烏龜 就以為說 他要給他吃東西 所以就慢慢游向他這樣 然後就一直拍水 然後我就覺得 他 烏龜就很正常就是這樣 對啊 因為我就養了三隻嘛 對嘛 就那三隻 然後 就有意思是比較活潑 火雞啦 火雞比較活潑 他就會比較會有像神敗這樣 不過我跟他介紹他們的名字 但神敗就 呵呵呵呵 因為我是比較 屬於偏小孩子啊 所以他 他當然就是以 大人的回覆 神敗其實很少嚴肅 都是笑笑的跟我講 對 嚴肅的是幾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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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